台灣有六名旅客是到了北海道當地參加了觀光巴士的行程 但是呢卻在今天導航八點多的時候發生了車禍 目前初步了解疑似是當地的地面的積雪 導致了這個貨櫃車打滑撞到了他們的觀光巴士 一起來聽聽台灣的旅遊業者怎麼分析 這個觀光巴士的話可能就是有點像我們台灣的台灣觀巴 就是可能在某一個定點 然後在就是有興趣參加這個一日遊的旅客 然後前往旅遊的目的地 這間在台灣買好的也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因為自由行基本上就是它是自由去遊玩的 所以台灣的旅行社很難去掌握到他們的行程或者是說狀況 好目前初步了解其實呢這輛觀光巴士是行走在北海道當地的這個國道上面 因為當地呢積雪是非常的厚的 不過呢事故現場是有發現這個積雪是被壓得很實的 所以呢一次是貨櫃車打滑了才會撞到他們 而目前外交部呢也最新釐清了 目前是六位乘客呢是送到醫院來做治療 沒有大礙已經離開醫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極利